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1992年,描写香港黑道的漫画《古惑仔》自横空出世就大受好评 四年之后,由漫画改变成的电影更是掀起了香港开拍黑帮电影的风潮 而这部漫画随之一共被改变成六部电影,一部前传和多部外传 被称为香港史上最成功的漫改影视剧 当初青年演员郑一剑,陈小春,初颖桃和谢天华等人 都因为在这一系列电影里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火热的新星 今天的闪电就根据电影的时间顺序,讲一讲《古惑仔》的故事主线 让我们在青春的江湖中重新体验那不老的兄弟情 1989年的香港街头,陈浩南和他的死党在学校踢球 不小心踢到亮昆身上,年轻气盛的陈浩南不愿意道歉 被昆哥砸了口了瓶子,还暴揍一顿 另一个花壁大哥,毕哥,眯了眼睛出现了,他替浩南解了围 毕哥把浩南拉起来,这时的浩南还不知道他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此时香港最大的两个黑帮帮派分别是红星和东星 而亮昆和毕哥是红星下面的堂主 两个人势力都很大,也都会给对方面子 这一天浩南正准备放学 他正好碰见古惑仔猪兜,在欺负他喜欢的女生 浩南过去帮忙,而他跟猪兜也算是结下梁子 浩南依旧无忧无虑的跟狐朋狗友们混日子 他很擅长弹吉他,于是拉朋友参加校园歌手大赛 但是被校长骂歌词不够优雅 再一次的浩南不愿意屈服 他心想,这样的学校不呆也罢 于是,浩南和死党们就这样离开校园 但是刚踏入车会第一步,社会就给他们结结实实的上了一课 石猪兜带着兄弟们来着浩南出气 山姬见过世面,看情况不对早就跑迷人了 落单的浩南被暴打了一顿,吉他也被砸坏 这时警察赶到把这帮闹事的全当做蛊惑仔抓走 在警局里,猪兜他们继续欺负浩南 直到猪兜被亮坤保释出去 浩南他们第一次进局子,也不知道会被关多久 还是山姬机灵,他找来毕哥亲自来保释浩南 之后浩南跟着毕哥来到了他的拳馆 看到吴彦祖在打拳 他叫大头,是毕哥最厉害的打手 浩南问,你把我们保释出来,我们是不是要跟你 毕哥说,你的命运就像是你手上花芽后留下的墨水 如果你想洗就能洗干净,就看你想不想洗 浩南去洗手,没想到那墨水怎么也洗不掉 就像是他的命运,并不是他可以掌控的 浩南的母亲知道后,极力阻止他当蛊惑仔 因为当年浩南的父亲就是当蛊惑仔最后被人砍死 但对于17岁又辍学的浩南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吗 仕途险恶,亲情可贵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选择正途 就这样,浩南跟了毕哥正式踏入黑社会 要想要在黑社会里立足,首先得能打 在毕哥的训练下,浩南和其他兄弟们进步很快 等到时机成熟,毕哥就带他们上街找人打架 毕哥随便在路边找了两对情侣,命令他们下手 想看他们是不是服从命令 没想到浩南不仅听话,下手更是稳准很 这让毕哥对他刮目相看 打完架,大家去泡澡,毕哥对他们很满意 于是派了一个真正的任务 毕哥有一个竞争对手,来自东兴的傻彪 这人十分霸道,抢了毕哥不少生意 让毕哥起了杀心 毕哥让这些未满18岁的生面孔去当杀手 这样就不会挑起东兴和红兴的矛盾 浩南他们接下了任务,把这当做迈入黑社会的成人礼 磨刀祸祸做好准备 没想到任务当天状况百出 之前准备好的武器都没有按时运到 山姬又内击要去厕所 浩南看见了目标,傻彪出现 于是他抽起路边的藤条就冲了上去 没想到傻彪战斗力惊人 重伤之下还能翻墙追上了浩南 在兄弟们的帮助下 浩南抓住时机完成最后一击,当街杀人 而远处的毕哥目睹了这一切,满意的离开 完美错过全程的山姬这时候从厕所出来 猪都有带人来砍山姬 浩南为了救山姬只能硬着头皮冲过去以医当时 等警察来维持秩序的时候 浩南已经被砍成重伤 山姬看浩南浑身是伤很是心痛 为了帮他减少痛苦 山姬给浩南喂了毒品用来麻醉 结果浩南的伤虽然好了 但浩南和山姬也纷纷染上毒瘾 毕哥为了让这俩得力干将戒毒 狠心的把他们关在笼子里任他们挣扎 直到他们慢慢去除毒瘾 恢复后的浩南有如涅槃重生,积极向上 还春风得意的跟大头的女朋友走在一起 谁怕谁啊 大头知道后十分生气 他俩本来想以男人的方式在拳击场上一决胜负 但眼下有个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第二天他们要与东兴来一场恶斗 本来说好是毕哥和亮坤一起对战东兴 没想到亮坤叛变放了毕哥鸽子 导致毕哥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浩南一看东兴来势汹汹 先撤到旁边的工地找机会 这时老仇人猪斗又来了 眼看浩南就要被猪斗干掉 幸好大头及时出现 两人合力送了猪斗盒饭 大战之后浩南得知一个让人悲痛的消息 母亲去世了 浩南因为打架没有能够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浩南又伤心又悔恨 失魂落魄的他走在大街上 被东兴的人趁机绑走 浩南在东兴的大本营受尽酷刑 而毕哥竟然为了浩南冒险 带了五个人就敢闯东兴老巢 只为救下他口中的孩子陈浩南 东兴老大骆驼竟他是条好汉 说好答应条件就放了浩南 东兴狮子大开口 毕哥没办法答应 但他也知道 来一趟敌人的大本营 不留点东西肯定是走不了了 于是毕哥拿刀捅了自己 算是还了陈浩南杀傻镖的那一刀 骆驼知道做人留一线 他日好相见 于是放他们走 另一边 背叛毕哥的亮坤遭到报应 他剧赌被抓 再加上身边的陪酒女士魏成岩 亮坤被判三年 两个月后 陈浩南身体恢复 他学着毕哥在身上纹了一组纹身 他的黑道生涯就此展开 纹身是一辈子的烙印 决定了就得无怨无悔 1995年 羽衣见风的陈浩南 带着兄弟执行了一场刺杀行动 过程干净利索 杀掉了一个叫巴毕的人 横不瞧 这人是亮坤的兄弟 这下亮坤不干了 他决定除掉浩南 香港闹市街头 红星浩南的车居然被偷了 谁这么大胆 经过浩南一番追查 在夜店里找到一个叫小结巴的酒女 此时他还不知道 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车主 他拉上浩南重场面 一块去跟山基谈判了偷车的赎金 结果不用多说 羊入虎口 被浩南他们绑在车上溜了一圈 还逼着他吃完20来盒叉烧包 奶兄奶兄的辣妹 给浩南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一边亮坤开始了他的大计划 第一招先拉拢浩南 他让浩南跟自己 还说一字拆开来就是我是羔羊 繁体字果然博大精深 不过浩南问说完了吗 再见 浩南刚要离开 看见办公室外亮坤的手下正在逼梁为娼 浩南一看受害者正是小结巴 于是浩南上去解围 说小结巴是自己的女友 搂着小结巴就走了 小结巴说 既然你救了我 那这辈子我就跟定你了 正当浩南抱到美人归的时候 山基这边出事了 山基好色 跟他关系很不错的小姐姐有一大堆 山基从来都是不拒绝 不负责 没想到 这回山基泡上了另外一个黑道大小姐 这回不负责都不行了 于是山基只能跟大小姐玩婚 浩南最近深受必歌信任 不仅如此 红星的老大蒋天生也对浩南有了兴趣 于是决定派他带队出征澳门 搞定一个赌场纠纷 有了蒋天生的信任 浩南 山基 大天二和其他两个小弟 一起风发的出发了 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山基到了澳门之后 色心不改 竟然完全忘了新婚妻子自己去逍遥 导致妻子落单被人绑走 不仅如此 山基头天体力耗尽 第二天耽误了与浩南他们的约定 导致浩南只能抛下山基去解决纠纷 半路上 浩南的车遭遇埋伏 准备好的武器又被人调包了 结果浩南他们又一次孤军奋战 浩南的小弟娇皮主动垫后 结果被人砍死 伤痕累累的浩南也被人抓走 那么有人问了 好端端准备好的武器怎么会被调包呢 因为这一切都是亮坤的圈套 浩南和山基的妻子也是打抓的 浩南还被灌药 跟山基的妻子拍摄了不可描述的视频 亮坤的目的就是要搞臭浩南 事后浩南去找大天二 山基这时才到 话说山基到现在为止参加了几次打架 回回他都不在 山基知道自己被绿之后 抓着浩南的领口要跟他恩断义绝 浩南自觉愧疚 当得知山基要去台湾的时候 让大天二给了他一块金表 以备不时之需 澳门一役惨败之后 浩南回红星交差 亮坤大摇大摆的走进来 质问老大蒋天生澳门的事怎么回事 你怎么领导的 每次都是你当老大 这次我要求重选 红星一众堂主纷纷议论 原本蒋天生是默认的老大 这回居然有人敢挑战他 按照程序是可以重选 蒋天生也只能统一 底下的人表面上都说要支持蒋 结果一投票 除了毕哥 其他人都被亮坤收买 就这样 红星变天了 这还不算完 亮坤拿出了那牌不可描述的露营带 直指浩南勾引二嫂 这在红星可是大忌 证据面前 毕哥也没办法 只能执行帮规 把浩南逐出红星 离开红星的浩南 过着咸云引荷般的日子 不料树玉境而风不止 亮坤当上老大后愈发嚣张 直接将毕哥一家老小灭门 这触及了浩南的底线 浩南出山想找帮手 然而现在亮坤在红星之手遮天 浩南想要东山再起谈何容易 就他那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水的大奔停靠在浩南身边 车里被小弟簇拥着走出一人 山鸡 山鸡扔回那块金表 身旁的小弟整齐画一个对着浩南喊 老大 看来山鸡去台湾是算混出来了 有了山鸡的大力支持 浩南终于可以着手复仇亮坤了 第一步 浩南用山鸡的钱 收买了红星的几个堂主 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别帮倒忙就行 第二步 趁亮坤跟着母亲过大寿的时候 用山鸡的人马扫荡亮坤的场子 第三步 让小弟找亮坤的母亲 从而引出亮坤 第四步 在小巷子里堵住了落单的亮坤 亮坤看形势不对跪地求饶 浩南先是报了当年咳了皮砸头的仇 正想再继续好好收拾他 没想到亮坤困受油斗 劫持了浩南的小弟 就快要逃出生天了 结果被一个愣头青警察给爆头了 没想到嚣张的亮坤 结局竟然如此潦草 浩南感慨万千的带众人离开 他现在身边有兄弟 有最爱的人 这估计是浩南最开心的时刻 大仇得报 浩南赢回被亮坤排击走的蒋天生 一切又归于平静 山姬和浩南自从迎回蒋天生之后 事业节节攀升 这时浩南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山姬怎么能在短短的一年时间 就从台湾带回来这么多人马 于是山姬跟他娓娓道来 一年前 山姬在台湾初来乍道 人生地不熟 山姬无奈只能临时 荡掉浩南送的金表糊口 好在山姬在台湾有个表哥 表哥也是混黑帮的 二话不说就带他见了自己的老大 三联帮帮主雷公 雷公看在山姬表哥的面子上 让山姬当了自己的司机 这下可让山姬长了见识 在香港 黑道大哥只喜欢在自己的地盘15喝溜 在台湾升级了 黑道大哥喜欢从政 这样才能黑白两道通吃 不过这也累惨了山姬 在香港只高气昂的他 在台湾为了选票 要跟选民点头哈腰 我们到底是不是黑社会 当然是黑社会 不仅如此 山姬还遇到了他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丁瑶 不过他这会儿还是雷公的女人 山姬没敢下手 一天 在台湾立法院议事的雷公 被政敌打伤 雷公气呼呼的说 谁要是杀了他 我就给他一个堂主的位置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山姬行动了 他一人前往政敌的酒局 一见面二话不说 掏枪就把他打死 逃跑的过程中遇见了丁瑶 于是就上了他的车 晚上他俩交流了好久的感情 第二天雷公来到丁瑶家 山姬这会儿还在他床上呢 心想不妙 然而雷公看到山姬并没有什么情绪 不仅如此 他还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让山姬当毒舌堂堂主 咱们说回一年后的香港 红星又开会了 由于铜锣湾的堂主毕哥 在上一集被亮坤所杀 这一次要选铜锣湾的新堂主 作为毕哥的心腹 大家都觉得浩南势在必得 直到一个拉里拉他的大飞哥出现 改变了局面 在场的人一半支持浩南 一半支持大飞 南分伯仲 蒋天生决定 把铜锣湾的地盘以分为二 两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经营比赛 赢的就是铜锣湾新任的扛把子 浩南这边夜店经营的很好 大飞那边的工作人员都往浩南这边跑 大飞十分生气 为了不落下风 大飞打起了浩南小弟大天二的主意 大天二目前的女友是大飞的妹妹 大飞谎称她被自己绑架了 让大天二拿着浩南的夜店账本来救 大天二选择了好一会儿 还是觉得女人更重要 就把账本给了大飞 大飞仔仔细细的看完了账本 竟然发现浩南一点问题都没有 大飞虽然生气 但也敬浩南是条好汉 大天二这边 救回女友之后实在过意不去 于是找到浩南在他面前认错 浩南对大天二说 人都会犯错 希望你以后只做错事而不做坏事 这件事我替你扛 大天二就此认定了浩南这个大哥 在山姬和浩南的牵线下 蒋天生和雷公俩人在澳门 举行了港台黑帮首脑会议 一开始气氛一片祥和 直到雷公提及自己想要入股 红星在澳门的赌场 蒋天生说不行 雷公拿出一箱钱 蒋还是说不行 雷公这时只是手下叫出了埋伏在会议四周的三联帮小弟 还要威胁蒋 蒋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摔杯子要走 还甩下狠话 如果我有任何闪失 我保证雷公你回不了台湾 说完就霸气离场 留下在场的山姬十分尴尬 不仅如此 雷公带山姬回到台湾交给他一个任务 接手三联帮在澳门的赌场 这次山姬真的忍不了 说这个赌场原本就是红星的 我不想管 说完 山姬还辞去了毒舌堂堂主的位置 雷公给了他一巴掌 让他立刻消失 一无所有的山姬去找浩南喝酒 这时丁瑶找了过来 说自己因为山姬的事被雷公打了 不过没关系 雷公最后同意再跟山姬和浩南见一面 其实山姬还是很感谢雷公对他之欲之恩的 所以就拉着浩南和丁瑶准备去见他 到了雷公的办公室 雷公坐在椅子上背对着他们 山姬很奇怪 上前查看 没想到雷公早就断了气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此时在场的丁瑶冲了出去 大喊救命 口口声声说是山姬杀了雷公 原来这一切都是丁瑶设下的圈套 好在浩南演技手快 劫持了丁瑶才跟山姬逃出重围 雷公去世 目前三联邦轮到丁瑶当家 丁瑶主动投怀送报 获得了红星大飞的青睐 得失的丁瑶以报仇为借口 命令三联邦大肆攻打红星 港台黑帮祸欧 红星其他堂主怨声载道 这时浩南站了出来 希望大家给他两个星期的时间摆平这件事 浩南为何会如此胸有成竹呢 原来 之前雷公想让山姬接手澳门的赌场 此事在丁瑶的亲自主持下正准备开张 浩南想趁此机会大闹现场 赌场开业当天 浩南他们先在澳门机场放了个炸弹 吓得许多外来赌客不敢进来 然后浩南让澳门其他赌场大手笔搞促销 又吸走不少潜在客户 接下来浩南在前往赌场的交通要道上策划车祸 把本地赌客全堵在了路上 丁瑶没办法 只能在门口罗雀的新赌场惨淡剪彩 这就算完了吗 并没有 剪彩刚到一半 浩南山姬带着大队的人马赶来 送给了雷公一个大花圈 直指丁瑶杀人 丁瑶表示来者都是客 况且现在还有其他的顾客不能破坏了气氛 浩南可不正向 他命了手下把什么蛇啊爬爬虫啊 全都扔到赌桌上 吓走了现场仅剩的那些赌客 看来今天是开不了夜了 丁瑶只能择日再战 晚上 丁瑶带着大队人马出来散心 他还鼓励自己的团队说 只要有钱就有办法 这时 浩南他们又阴魂不散的走了过来 一群人手里还很有气势的打着火机 上一次这么酷 还是上一集对峻练坤的时候 丁瑶忍无可忍想要干掉浩南 浩南小弟一吹口哨 现场突然多了几百个小弟 丁瑶团队被包围 不仅如此 一直支持丁瑶的大飞 此时突然反水 枪口对准了丁瑶 三联帮还想支持丁瑶 但大飞跟浩南联手 他们拿出证据 叫来雷公的保镖 亲口指认是丁瑶杀死了雷公 三联帮对丁瑶非常失望 打算把丁瑶带走用帮规处置 这是山姬走上前 要跟丁瑶说最后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你是我最爱的人 说完一枪打死了丁瑶 以免他回台湾 受到更加严苛的惩罚 浩南给山姬戴上墨镜 遮住他快要滴下来的眼泪 大飞拍拍浩南的肩膀 他卧底的戏份算是演完了 以后会全心全意的支持浩南 辅佐他成为铜锣湾的老大 这里说一下 古货仔的小说里 香港黑道 有人义智有四大化身 浩南是智 大飞是义 所以如果是原住粉的话 应该早就猜到 大飞跟丁瑶一定是别有用心的 其实做古货仔也需要讲运气 跟着好大哥前途一片光明 跟着个窝囊废 生死都不会掌握在自己手里 黑帮东兴的打手乌鸦 正在教训手下 乌鸦自己不厚道 还怪手下不讲义气 砍死手下之后 乌鸦把黑帮的人 一直在拜的关公一脚踩碎 乌鸦是东兴的金牌打手 性格残暴无比 另一个东兴的军师 是笑面虎 聪明圆滑 对没错 就是之前毕哥那个演员 是同一个人 他们的大哥 也就是东兴的老大骆驼 一直是一个尊重传统 又讲义气的人 因此在黑道里声望很高 也因此 红兴的老大蒋天生 亲自带着手下来参加 骆驼的宴会 骆驼看蒋天生很给面子 他也十分高兴 但是他的手下乌鸦 却不把红兴放到眼里 一上来就调戏蒋天生的女友 蒋天生作为老大不易动怒 使浩南站出来教训了乌鸦 就这样 乌鸦跟浩南的仇算是结上了 小结巴在上一集意外遭遇了车祸 他恢复后 虽然不结巴了 但是与浩南在一起的记忆全部消失 为了帮他找回记忆 兄弟们当街重演 小结巴跟浩南相遇的场景 就这样帮助小结巴重新爱上了浩南 一次 山姬带两个人去玩 一不小心撞倒一个轮滑少女 少女一点也不怕黑社会 反而教训了山姬 一看山姬这黑社会的 没事经常去教会 他最近发现 轮滑少女竟然是牧师的女儿 刚刚从英国回来 人家书分 两人一来二去就熟了 管二爷生日那天 红星举行聚会 现场拍卖极具象征意义的长红 也就是一条很长的红布 浩南志在必得 没想到此时 东星乌鸦也带人出现 也要拍这条长红 每次浩南加价 乌鸦就多加一百 气得在场的大飞也加入战局 每次乌鸦多加一百 大飞就再加一块 这么闹着玩不是办法 浩南看出 乌鸦明摆着找茬 就只会手下跟乌鸦开打 直到警察介入才停手 一天 浩南的手下大天二 到自己的地方收保护费 不成想发现东星的人也在 大天二立即报告了浩南 浩南来到现场 发现笑面虎和乌鸦 已经把东星的旗 插在了红星的地盘上 浩南把一杯烧着的酒 扔在地上 警告乌鸦 下次扔在地上的 可不只有酒了 这件事被红星和东星的老大知道了 骆驼则骂乌鸦 太肆无忌惮 坏了江湖规矩 说完之后 骆驼还给蒋天生打电话 一直说抱歉 蒋天生感觉事情已经得到完满解决 于是决定带着自己的女友 方婷去荷兰旅游 他还点名浩南作为助手一同前往 但还没出发 方婷就被乌鸦绑架了 乌鸦拍了一组 不雅照片才放走他 蒋天生和方婷到了荷兰之后 发迹于荷兰的骆驼为了赔礼道歉 让手下笑面虎和乌鸦 作为地陪款待了蒋天生一行人 蒋天生除了游山玩水 也和当地的黑老大谈了合作 在会晤的过程中 浩南意外的发现 黑老大身边站着的人有点眼熟 浩南猛然想起 这人之前找他问过路 浩南有点疑惑 这是唱了哪一出 他还不知道的是 有人拍下了这些问路时两人的照片 也就是为了之后陷害浩南用 谈完事 刚出门的蒋天生 被一群小混混乱枪打死 迟到一步的浩南侥幸逃脱了第一轮攻击 没想到 项面虎和乌鸦竟然在荷兰街头 拿着枪去追杀浩南 好在浩南水性好 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才算逃过一劫 红星老大惨死异国他乡 红星高层震怒 这时 项面虎和乌鸦带着方婷走进了红星 由于之前的不雅照 方婷只能被迫诬陷浩南 说是他杀了蒋天生 不仅如此 乌鸦给出了浩南问路的那张照片 说浩南和当地的黑老大阴谋杀掉蒋天生 这是证据 红星高层除了大飞等少数几个人 依然相信浩南 多数人也认为是浩南杀了蒋天生 于是 红星决定让大家抽签 干掉浩南这个叛徒 大飞抽到了这只上上签 最近浩南带着小结巴在牧师家里暂住 牧师叫他忍识风平浪静 但黑社会哪有什么平静可言 东星那边 骆驼教训了乌鸦 不过他看事已至此 就让乌鸦继续放手去做 而他正好可以通病红星 一行人商量好之后 刚出门就碰上山鸡 山鸡正在气头上 他觉得浩南这么惨 肯定是骆驼指使的 于是 暴打骆驼一顿之后就跑了 骆驼被送往医院 他一个大佬哪受过这种气 他给了乌鸦一巴掌 说都是因为你太嚣张 旁边的笑面虎 看出乌鸦早有异心 于是怂恿他杀了骆驼 乌鸦照做了 红星东星两位大佬都死在乌鸦手上 乌鸦的下一步就是杀掉浩南 山鸡带着陈浩南东躲西藏 但藏身处还是被乌鸦找到 浩南侥幸逃生 而小结巴被抓 浩南刚出狼窝又进虎穴 他碰到了大飞代表的红星追杀浩南小分队 他觉得这次真的是死路一条了 没想到大飞说 就算全世界都不信你 我也信你 说完就让了一条路 给浩南继续逃走 小结巴被抓 浩南最终还是决定 直接面见乌鸦要回小结巴 但他看到的是 至爱的小结巴在他面前被乌鸦打死 浩南满脸泪水却无能为力 而乌鸦正准备杀了陈浩南 山鸡带着一身炸药进来了 摆出了一副要同归于尽的架势 乌鸦不怕死 但笑面虎怂了 最后他们放了浩南和山鸡 浩南抱着死去的小结巴离开 骆驼死后 轮到乌鸦做东兄老大 骆驼葬礼上 乌鸦费了半天劲 也挤不住眼泪 这时红星的悼念团来了 江湖规矩 不能拦悼念的人 大飞和浩南他们不顾乌鸦阻拦进场 葬礼上 乌鸦偷偷跑到后面放了一段录音 录音里 乌鸦亲口承认是他杀了骆驼 现场的乌鸦依然不为所动 说法庭都不会把录音当做证据 又说的不行 那就上手 红星跟东兴又打起来了 乌鸦最开始和浩南势均力敌 直到乌鸦递刀给浩南 局势发生了转变 乌鸦节节败退 还用橡面虎打下了浩南刺过来的那一刀 但还是不行 最后被浩南拿火活活烧死 这个恶霸死在了自己老大骆驼的一项面前 浩南抱了蒋天生和小结巴的仇 但是想想 从最早的亮坤到刚死的乌鸦 浩南一生还要遭遇多少强敌 他将会如何面对未来的漫天风雨呢 蒋天生被杀后 红星群龙无首 于是大家决定去泰国 赢回蒋天生的弟弟蒋天阳 回红星做老大 为什么老大都在蒋家人头里转悠呢 原来蒋天生的父亲蒋镇 就是红星的创始人 正当蒋天阳还在犹豫的时候 香港那边出事了 红星屯门老大死在了浩南管理的大楼里 好能不在香港 那是谁杀的人呢 原来是东兴五虎之一的耀阳 他和屯门老大商量 共治屯门 老大不同意 耀阳居然直接把老大从楼上扔下去 实在是嚣张 屯门老大死了 红星需要继任者 有人提议山姬 说他在台湾也做过堂主 够资格 山姬喜滋滋的 不过这时也有人提议 之前老大的手下生翻 他在屯门耕云已久 也是不错的人选 而浩南竟然也支持这个提议 山姬的脸刷一天掉了下来 这可是数次出生入死的兄弟啊 会后浩南跟山姬说 当老大太多身不由己了 小结巴死在我面前 我什么都做不了 山姬说 那是你当过了 我还没当过 你可以不支持我 但请不要拖我的后腿 俩人不欢而散 蒋天仰最后还是决定 当这个红星的掌门人 第一件事就是叫上山姬跟生翻 跟之前浩南和大飞一样 让他俩分管屯门的一半 两个月后看成果 山姬带着几个小弟 第一天去屯门 就倒霉的遇上了生翻 对方有一大票人 山姬一看 抢龙不压地头蛇 打算服个软 这时生翻的父亲走过来 披头盖脸地骂了他一顿 这才让山姬有机会逃脱 看来山姬这两个月任重而道远 不仅如此 东兴耀阳也找上生翻 不是我说 蛊惑仔的演员真是重复利用 之前耀阳想插手屯门生意不行 这回他干脆直接自己 扶持一个傀儡老大上位 山姬来到屯门 想要把屯门所有 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请过来吃顿饭 没想到被邀请的人 全都去了生翻的场子 一点也不给山姬面子 山姬感到十分落寞 好在舒芬一直在他身旁不离不弃 让山姬再次打起精神来 山姬带着小弟出门 碰上了生翻在做坏事 山姬仗义直言 没想到生翻那边 突然冒出好多人来 围住了山姬 为了解围 山姬只能低下头 叫了生翻一句干戈 低头认错之后 山姬才发现 哪来的生翻做坏事 一切其实都是生翻 为了让山姬上钩而做的局 山姬无奈 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山姬这次更加失落 于是他就找了自己的兄弟大天二 大天二此时已经是大飞的妹夫 生活安逸 但是为了兄弟山姬 大天二决定去砍了这个生翻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久不在江湖 大天二没怎么做准备 就带着一小部队人去了 结果没做到生翻 自己反而被抓 大飞得到消息 赶紧跑来救自己的妹夫 毕竟大家都是红星的 人事就到了 不过此时的大天二手筋脚筋也被砍断 而生翻后来 更是要了大天二的疗伤地址 让耀阳把大天二从楼上扔了下去 浩南来到凶案现场 气不成声 山姬也到了 他待在那里 浩南说 我让你不做大哥 你不听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会死 山姬无言以对 他也坠毁莫及 该来的还是要来 决定山姬和生翻谁能做老大的辩论会 如期开始 生翻一改平日里说话出口成脏的样子 打扮绅士 回答红星老大蒋天眼的问题也十分得体 山姬有备而来 而生翻显然准备的也不错 在辩论台上 两人势均力敌 红星十二个堂口开始投票 眼看山姬可能老大的位置不保 这时一个女人出现 她是生翻弟弟的女友 使她帮忙偷到大天二最后住处的消息 生翻弟弟出轨了 而她也决定做污点证人 抖出生翻和耀阳的勾当 说完这段话 她就被偷偷在一旁的耀阳用枪打死了 原来刚才生翻发挥的那么好 都是耀阳现场指挥的结果 耀阳这一枪把自己也暴露了 结果是被一大堆红星的人包围 耀阳不卑不亢 说红星这么大 却欺负一个老单的东星耀阳 翔天仰于是派出耀阳跟耀阳单挑 耀阳实力不俗 几个回合下来 耀阳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这时一个潜伏在红星的耀阳卧底 为了防止自己暴露 上去一刀捅死了耀阳 结束了这场战斗 之后 山西成功坐上屯门老大 打飞当上了北角的老大 山西跟耀阳兄弟依旧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局势要变了 任你什么老大多么厉害 也无力跟时代的车轮抗衡 转眼到了98年 香港回归 世道变了 蒋天仰现在已经把浩南当做自家人 浩南也有了红星骨干的模样 浩南一天去了自家酒店续茶 碰上了有人闹事 浩南上前镇住场子 这是对方的阵营中 猝硬着走出来一位老大 司徒浩南 东星目前的扛把子 司徒跟浩南说 以后铜锣湾就有两个浩南了 但是最厉害的那个 他姓司徒 浩南出了酒店 路过一个爆摊 一看眼前人有点眼熟 这不是当年一起跟着毕哥的大头吗 大头在第一集里已经介绍过了 在浩南跟毕哥之前 大头就已经是毕哥的金牌打手了 后来毕哥那边出了点事 需要有人顶包 在场的人都闷不作声 只有大头主动说自己去 到监狱坐了九年牢 这会儿刚放出来 浩南跟大头吃了顿饭 席间浩南想让大头回红星 然而大头在监狱里 已经决定洗心革面 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 浩南也不强求 不过他还是让手下暗中保护大头 在当时的香港 想要不靠黑社会自食其力 弹劾容易 东星第二天 就看上了大头的爆摊 执意要收保护费 好在浩南手下出手制止 东星才收手 又过了几天 东星又趁浩南手下不在的时候 轮番骚扰大头 大头的爆摊被烧掉 这回大头认清了现实 决定重回红星 浩南这几天 跟着蒋天阳去了一趟马来西亚 在那里 浩南和一位马来西亚拿督 相谈甚欢 酒足饭饱 拿督提议 跟浩南合伙干赌场 在请示完蒋天阳之后 浩南答应了拿督 而拿督也很上心 过了几天就来到香港 拿的份合同就让浩南签 浩南一看合同 全是英文 他完全看不懂 不过他信任拿督这个人 于是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签了字 过年了 浩南带着自家人 去属于红星的厂子吃饭 没想到没位置 原来是东兴司徒 带着小弟 把能做的地方全占了 而且啥也不点 就喝免费的茶 浩南不想跟司徒硬碰硬 他想都98年了 香港都回归了 世道也可以变一变了 于是打电话给警察 警察还真的帮他清了厂 不过接下来几天 浩南就没有这么幸运 年刚过完 浩南就被警察抓走了 说他在马拉西亚有欺诈案 然后东兴又趁着红星群龙无首 跟红星大打出手 东兴的小弟 居然在警察局 枪杀了浩南的小弟 浩南出来之后 觉得这件事一定跟拿督有关 于是直接去找他 没想到 这时候拿督完全坏了一封面孔 怪浩南自己头脑简单 没看合同就签 这还不算完 拿督还在浩南面前 介绍了自己的新合作伙伴 司徒 浩南还算没失风度 走到拿督耳边跟他说 今天你出卖的不是我一个人 而是整个红星 说完转身离开 夜里 铜锣湾的水边 司徒找上浩南 他知道大头过几天 和东兴和勇有一场全赛 他想和浩南也私下里打一场 谁输了 谁就离开铜锣湾 浩南答应了 出征前 蒋天阳给了浩南一个好消息 蒋夸他会用脑子 说以后 红星在香港事业就交给他了 全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赛前的记者会上 拿督着的羊羊嗓嗓的 讲着自己的宏大计划 这时一个记者站了出来 请拿督解释一下 跟黑社会的关系 溜过了一会儿 警方直接来人带走拿督 这一切 其实都只是浩南出的第一招 而浩南的第二招 就是美人计 他知道大头可能打不过何勇 于是为了增加赢面 红星派了一位美女 陪了何勇一整晚 这让何勇精神萎靡 而浩南还有第三招 就是靠自己的拳脚实力 他应约找司徒单挑 在拳台上 大头赢了何勇 拳台下 司徒和浩南扭打起来 打着打着 两人也来到拳台上 这两个人就像 真假美猴王一样 势均力敌 最后浩南还是凭借 自己在风云之雄霸天下里的大招 风神腿赶掉了司徒 坐实了铜锣湾真正浩南哥的称号 台湾大选之后 国民党落败 作为支持国民党的三联邦 就此逝世 三联邦一想也不是办法 于是想到了政治婚姻 他们决定派出三联邦最年轻的堂主 同时也是红星屯门的堂主 山姬出场 迎娶日本山田组的大小姐蔡菜子 婚礼上 山姬用别角的日语念诗词 搞笑的发音 让她自己都差点笑出来 这场婚礼极为盛大 蔡菜子的老爸蔡雄 是目前日本最大的黑帮老大 山姬代表台湾最大的黑帮三联帮 蒋天仰和浩南他们代表香港最大的黑帮 红星 于是蔡雄提议 来一个台湾香港日本黑帮大联合怎么样 蒋天仰微微一笑 拍着旁边的浩南说 我要退银了 以后红星的事就交给浩南做主了 蔡雄一想 自己也老大不小了 也对山姬说 要不以后日本山田组就由你来管吧 但旁边蔡雄的杨子 曹耀阳恨得牙根痒痒 他一直以为等老头子退了 日本黑帮就是他的 可怎么被一个不知哪来的 倒插门女婿抢走了呢 哎 这位大哥怎么还是你 真是蛊惑仔反派专业户啊 这次来到日本 浩南也带上了他交往三年的女朋友美玲 美玲很爱浩南 他去求一支姻缘签 没想到拿的却是下下签 众人回到台湾 最近台湾局势有所变动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众人只能今朝有酒今朝醉 而台湾黑帮三联帮最近的事情也很多 帮主死后 现在有能力当新帮主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有日本香港黑道背景的山姬 另一个就是前帮主的儿子雷复轰 他刚从美国回来 思思文文的满嘴的民主自由 提倡跟山姬公平竞争 结果雷复轰没多久就被人刺杀 而三联帮所有人都认为 是山姬这个竞争对手做的 把山姬围了起来就要打 幸好雷复轰及时出现 替山姬解围 看到这里真的是觉得 雷复轰含养又好又懂得多 以后必成大器 没想到这小子把脑子都用在了厚黑上 这都是他在下的一盘大棋 雷复轰的第一步 就是干掉山姬这个竞争对手 山姬和他表哥去夜店 突然就有一大堆人 要过来砍他 山姬脚象逃脱 但自己在台湾唯一的表哥 却因此丧命 不仅如此 之前对山姬红颜的草瑶阳 也跟雷复轰合作 他们知道 今晚山姬凶多吉少 于是借着酒劲 欺负了山姬家中的妻子 多重打击之下 山姬想到了找浩南帮忙 浩南很快就率领队伍赶到台湾 不仅如此 山姬的岳父草雄 也从日本赶来 要加入队伍 原来 曹耀阳在日本也摆了草雄一道 导致草雄失去行动能力 山姬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 又中了一分 而来到台湾的浩南 在大街上 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女生跟小结巴长得十分相似 浩南一直跟踪她 她望着她的眼神 让人心碎 虽然多年过去了 但她一直都忘不了小结巴 谁都无法代替 她在浩南心中的位置 美玲知道后 找到这个跟小结巴一样的女生 在她面前 美玲明白 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也没用 她说 我和她在一起三年 也比不上你跟她在一起一分钟 美玲终于放弃了 在房间里 她失声痛哭 伤心 委屈 不甘 无力 终于明白 人生许许多多的努力 本来就是徒劳无功的 不是你的 再努力 终究也不是你的 但那个台湾的女生 最后也没有跟浩南走到一起 她毕竟不是小结巴 山姬那边和雷福红的战斗还在进行 最近台湾新政府在招安 雷福红跟政府合作 杀了几个人 然后嫁祸给山姬 不过深正不怕影子鞋 山姬大大方方的去参加葬礼 三联邦帮众 恨不得立刻杀了她 但在香港红星和日本草雄的保护下 山姬顺利走出灵堂 雷福红在三联邦的地位 日益巩固 她的野心也暴露出来 她要一统台湾所有黑帮 当一个地下霸主 为此她答应了新政府许多条件 这倒引起了帮内许多人的反弹 渐渐的 开始有一些人给山姬情报 也让山姬认清雷福红的真面目 台湾新一季领导人就职的那天 雷福红这个地下皇帝 也举行了风风光光的就职典礼 正当雷福红 做着洋洋洒洒的就职演说的时候 山姬在浩南和红星的保护之下 走进会场 先带着证人指证雷福红杀人 又揭穿了他想当地下皇帝的野心 没想到 一直说要支持雷的新政府也站出来 说阿世啊 他要归顺我们 众判亲力之下 雷福红和草耀洋赶紧逃跑 山姬追上草耀洋 为了体面 山姬给了草耀洋一把短刀 让他自裁 没想到草耀洋决定搏一搏 他把短刀砍向山姬 山姬早有准备 一把打掉短刀 然后捡起短刀刺死了草耀洋 为自己的表哥和老婆报仇 开车逃走的雷福红 被浩南用车撞下 两人肉搏 但雷福红身手不行 于是他掏出手枪对准陈浩南 没想到浩南一步步向前 雷福红却害怕的后退 此时新政府的人及时赶到 雷福红还是一脸不服气 要不是新政府 为了扫除黑帮而作局 他也不至于死的这么惨 这么看来 黑帮当年起来也好 黑帮现在没落也罢 都是政治变动下的结局 当时代车轮碾压过来的时候 黑帮的历史 在中间也就留下个浅浅的车折 其中知人能做的 也就是顺应朝流而走 电影最后 红星 三联邦 山田祖 三大组织头领的手握在一起 其中有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这还怎么打呀 打架都是一个阿嬷生的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以上呢 就是《古惑仔》系列 六部电影的全部内容 由于时间限制 有些剧情和人物 闪电没有提到 有些也确实不太方便提 你懂的 作为一部影响了 《80、90后》系列的电影 《古惑仔》无疑是成功的 它开启了香港漫改电影的新纪元 导演刘伟强 主演郑一键 陈孝春等 都因此片极深一线 然而 在教育意义上来说 《古惑仔》却颇具争议 《古惑仔》的电影 每一部都是开始 黑大哥们混得风生水起 好来遭遇了一些变故 有的失去了真爱 有的失去了生命 大概是有些影迷总是太着急 看不到最后 这就导致了一些人 喜欢上了当小混混的感觉 其实《古惑仔》漫画的作者 牛老也曾经提出过 电影版的《古惑仔》 有些地方太过美化黑帮 这会让人误入歧途 其实《古惑仔》的真实性 算是不错的 你知道吗 其实《毕格》的扮演者 就是陈浩南的原型哦 鸡哥 东兴的骆驼 之前也都混过黑帮 这些人的精力往哪一摆 《古惑仔》的素材库足够用 《古惑仔》系列电影的起起伏伏 同时也印证了香港电影的发展 90年代初经验亮相 随后一直高产 90年代末戛然落幕 影片最后 《古惑仔》的好兄弟们 肩并肩踏上新的征程 给观众们留下了很好的尾声 但是在漫画里 他们最后过得并不好 陈浩南被人骗钱 吸过毒 《红星龙头》的位置也被拿了去 身边的一堆兄弟都死了 而山姬也彻底黑化 与《红星》的陈浩南彻底决裂 最后也被人杀掉 这样或许更能显示出 黑社会的黑暗与无奈 但无论怎么说 《银版古惑仔》真的是经典 以前看《古惑仔》 看的是这帮小混混逐渐混成大哥 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现在重温一遍 其实浩南的成长过程一直是在失去的 他身边出现过那些美丽可爱的女孩子 最终都离他而去 他成为了《红星》的老大 却也是孤身一人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到此闪电也解说过不少香港经典电影了 包括了《无间道》三部 《寒战》两部 《前几变》两部 《夜晚》四部 《陶袖威龙》三部 和《赌神》三部 看过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 聊聊你最喜欢哪个系列呢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 打开更新提示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